大家早 哈囉大家早 謝謝大家一早來參加這場工作坊 然後我叫曹良斌 但你可以叫我阿定就好 然後 那個這是 可以關掉一點點燈嗎 可以幫我關掉一點 在這裡 這樣也許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後本來在參加這場活動之前 我就是在 我就PO了一個文說 Lightbox要去台南 然後參加G0V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們這麼多人要去嗎 我說這張照片是有意涵 只有牽腳踏車這個人才會去 這是我的工作夥伴 然後但是難得全員到齊 所以拍了張合照 那今天只有我來 然後 今天要講的 今天這個工作坊 主要會是 會講三個 希望能夠 談論到三個 就是我們在 經營這個空間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 一些狀況跟問題 那也希望能夠 透過這個 先簡單的分享一下 我們的經驗 然後另外如果可以的話 也希望大家能夠集思廣益 就是提供一些我們 可能在組織裡面人很少 或者是都是同文層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想到的一些事情 就很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過程中 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好的 那今天會 這今天的Outline 一開始會簡單的介紹 在工作坊之前 簡單介紹一下Lightbox 然後另外就是Lightbox跟G0V 其實有一個專案是直接有聯繫的 然後就真的也很感謝那個專案 那今天會介紹到 然後另外我們大概會 希望大概有30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做一下workshop 然後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 我們遇到的問題 好 那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是我的朋友 然後可能 那有一些是新朋友 不認識 可能有一些人看到 聽到Lightbox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Lightbox是什麼 所以就是 請容我就是 播一個小小的短片 這個大概是去年拍的 我們為了要做一個群眾目的計畫 我們當時就是 矯健的腦子想說 如何把我們三年左右的 的一些 做的事情 透過大概三分多鐘的影片 講出來 那看完這個影片 大家應該會對Lightbox 有一個 general的idea 就是麻煩 那個冷玩幫我播一下 然後三分三十五秒的時候結束 謝謝你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你知道自己一年 拍了多少張照片嗎 我們每天拍照 家人團聚 朋友聚會 畢業典禮 根據統計 一個台灣人 每年平均拍三千張照片 每天在網路或新聞媒體 看到的影像 更是不計其數 想想看 如果沒有攝影 我們的生活 會變成什麼樣子 一百多年來 攝影在我們的社會中 默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它記錄了我們的生活 保存了我們的文化 連結著你我的情感 也帶給我們反思的契機 但是 卻很少有人告訴我們 應該要好好認識 保存這些影像 在成立Lightbox之前 我做過一個馬街 博雀攝影研究 也找過一些台灣 前輩攝影家的書 但在過程中我發現 即便像是馬街 這麼有名的人 他的資料我跑了好幾個地方 還是找不起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讓這些台灣的影像資產 被更多人可以認識 所以我們成立了 Lightbox攝影圖書室 一個讓所有人 都可以自由學習 認識攝影的地方 三年來 Lightbox在四百多位朋友的協力下 一共匯集了三千多本 珍貴的攝影書 舉辦一百二十場講座活動 更成為全台灣攝影書 收藏最完整的地方 也是目前世界上少見的 攝影專門圖書館 更讓超過八千人 在這裡認識台灣的攝影文化 我覺得Lightbox是一個 動態的資料庫 人們在這裡思考 討論 激盪 攝影到底是什麼 攝影的火花就會就此發生 Lightbox作為資源分享的公共性 以及它推動攝影文化的 一個知識性的高度 是它的重要的貢獻 其實Lightbox雖然不大 但做的卻是相當專業的 推廣跟交流的工作 很高興台灣能夠有這樣的組織 持續做這件事 但是Lightbox只有十平大 大家的捐輸已經塞不下了 參加講座的觀眾 也常常擠不進來 為了回應大家熱烈的需求 我們努力尋找新空間 但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場地 還要支付高額的租金和修繕費用 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 終於在去年底 我們向北市府爭取到一處閒置的公共空間 省下昂貴的租金 距離夢想只剩一步了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挑戰 就是把這個廢棄的老房子 打造成屬於台灣攝影的家 而你的一臂之力 將能幫助Lightbox成為一個更大更友善的平台 新的Lightbox空間將變大三倍 可以容納一萬本書 相當於國家圖書館攝影集館藏的四倍 也能讓更多人在這個非營利的學習平台 平等地取得知識 讓更多的人透過攝影 認識台灣的社會 歷史與文化 Lightbox不是少數幾個人組織起來 為台灣攝影做事 而是打造一個平台 讓所有人都可以共同來建構 並共享台灣的攝影資源 今天Lightbox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個成長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完成很多以前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想要邀請你 我們一起來建構屬於台灣的攝影文化 Lightbox不只是個攝影圖書室 更是一場文化、教育與共享精神的社會實踐 邀請你和我們一起種下一顆種子 培育台灣攝影的森林 感謝所有的 謝謝 然後謝謝大家看完 然後請那個冷玩 謝謝 然後相信看完之後 大家對Lightbox有一個大略的概念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剛才在裡面 影片裡面可能會 持續聽到的一個字就是 Free2O 就是我們的主要的核心概念 那個什麼意思 就落實在每天的工作就是 只要在我們的開放時間 你不需要付費或預約或什麼加入會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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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直接走進來 不管裡面的書 書展或是講座活動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參加 就Free2O就是為所有人開放的意思 那 這是我們一開始成立的樣子 就是一個很微小簡單的開端 就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攝影圖示 然後大家也來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都半信半疑 這是真的嗎 然後 但我那時候就是把 我大概有的400本書 就先有個開始 那後來很快的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 這個書架 跟書架上的書 很明顯的 可以看到到那個成長 那其實就是整個很多 基本上就是那個社群的支持 那後來你可以看到這個轉換 這是我們舊的空間 那後來我們在 因為書很快的飽和了之後 我們有空間的需求 然後 很申請到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轉化到新的空間那個過程 然後這個過程 其實社群的支持跟餐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許等一下會再多說一些 那相對的 我們獲得到社群這麼多的支持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為 我們所在的社群 能夠做一些回饋或服務 我們上面大概是舊的空間 比較小 大概每年來閱讀 或者是來參加活動 講座課程的 大概3500個人 後來我們空間變大了之後 我們現在目前每年 大概有8000個人 可以來這邊 那很多人會好奇 就是 你沒事為什麼要成立這樣的一個地方 一開始也沒有錢 沒有空間 也沒有人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有蠻多複雜的原因 但總的來說 大概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 在成立之前 我們看到一些 台灣攝影環境的一些不足 例如 如果你是做研究的 你會發現 你要去找到台灣攝影相關的資料 其實是蠻不容易 我當時我記得我要找馬基的資料 我跑去淡水的鎮裡大學 陽明山的台灣神學院 然後中和的台灣圖書館 我光是要看到那些資料 我的研究時間一半已經不見了 然後而且還有很多聯絡 然後我真的能夠 必須說我真的能夠消化那些資料 然後再寫東西的時間 其實是蠻有限的 這是我第一手的經驗 然後沒有這個經驗的話 我發現我可能也不會阻止我做這件事情 它某一部分是一個推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想要學攝影 你會發現 就是在我們的大專院院校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攝影課 你可以去 但是如果你仔細再去看 那些所謂的攝影課 它經常出現的脈絡 可能是在例如設計 視覺傳達 或者是商業攝影 就是大家對於攝影 還是比較是應用的 然後對它的想法 還是比較扁平一些 然後你去網路上看 你也不太確定那個資訊的正確性 或者是說 那個人在寫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點 比較自己主觀一些 你會有點擔心 那家裡可能經濟允許 或比較支持的 他可能就出國留學了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夠 負擔得起的狀況 所以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最後一個那個所謂 攝影基礎建設不足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不好意思 就是 我記得我跟一個 有一次我跟一個新聞攝影記者聊天 他說 在底片時代的時候 我可以在一個很非典的地方 遇到我的同業 然後有些交流 什麼樣的情況 他說 我們都會去拍底片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沖底片 然後我就會在那裡 會不期而遇 跟我的其他的攝影記者通聊 不期而遇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交流 有就是說 嘿 你最近在拍什麼東西 互相看給意見 然後或者是說 我最近有點想轉職 你可不可以 有沒有聽到什麼直覺 可以互相 然後他說 可是你知道那個去沖底底片 那個前面的那個地方 其實不是為了社交 他是給你檢查底片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所以 但是在那個時代 在底片時代有這個功能 可是進入到數位攝影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今天消失了 他們不需要再去那樣的地方 所以是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才想說 其實或許這個社群 我們觀察到這些現象 我們可能 比較不缺那些 如果你不介意展示的空間 作為一個創作者 很多的咖啡店或替代空間 他們都可以完成滿足你 你去展示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去能夠滿足 回應這些真實的問題 你可能需要不是生意 或者是生意替代空間 而是比較是一個能夠 去累積東西的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想說 或許攝影圖是一個方法 然後看 環顧了一下 好像以前沒有人做過 那沒有人做過就去做 大概是這樣 那後來 但是如果你做了之外 就是你會想說 你既然要做這個 除了解決問題之外 其實你另外一個 遇到實際的狀況就是 你知道要做圖書館 可是圖書館有很多種類型 你可能有聽過雜誌圖書館 他是要付費的 就你進去就付一張 付一百塊一百五 那或者是某一些圖書館 他是私人的 他就是我只服務會員 我不跟一般大眾開通 你有這個特殊的需求 你可以成為會員 然後加入 這也是一種方法 那後來我們就在討論 就是到底圖書館 有這種可能性 你要怎麼運運 這是最困難的 那我們最後就覺得 好 真的能夠讓我們聚在一起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那個希望把那個 攝影的門檻 人跟攝影知識之間的門檻降低 那就我們最後就覺得 應該是要用付費的方式做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 簡單一句話就是 我們做這個 就希望 讓通往攝影知識的道路平坦 就這麼簡單 就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些 就是很燒腦的討論完之後 當然還有一些實際的考量 但就是我們最後 最後做了這樣的決議 就是我們希望在我們的每天工作中 能夠落實實踐這個價值 大概是這樣 那 總的來說就是三件事情 這非營利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core value 就是那個 做這個組織 他們到底那個核心價值 凝聚這些工作者的價值 第一個就是非營利 非營利的意思是說 在有purpose跟profit之間 在你的目的 你的意義 價值跟你的獲利之間 常常會產生衝突 但我覺得就是 當有一些疑慮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回歸到 你的purpose 到底會做這件事情 就很多計畫 你要去做 但就是 你會先問那個目的是什麼 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共建 也是一個滿個人的經驗 在做這之前 其實我對攝影文化的 知道的很切面 一個很切的小塊 就是我認識的比較多 是拿攝影術來做 藝術創作的 我比較認識比較多的是這樣的人 比較熟悉 然後對其他的攝影實踐 我其實不太懂 因為你有人拿攝影 來做新聞 新聞攝影 或者是拿生活做紀錄 或做科學實驗的隊友 但因為我對他們的不瞭解 所以可能會 就是覺得好像 就還好這樣子 就覺得他們的 價值很模糊這樣 就藝術的 這個美學的位置 好像就很高 之類的 然後話語權比較大 但我覺得後來就是 認知到一件事情 可是 所有的攝影實踐 都有其獨特的價值 就是 它都有其獨特的價值 那 那個文化如果要能夠 蓬勃 能夠活絡 那真的是需要 共同所有人 能夠來參與跟建構 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 資源共享 就是我們覺得 攝影資源應該是 公共的 共享的 大概是這樣 那 Lightbox成立之後 到底平常在做哪些事情 一言一蔽之的話 就是我們收集 整理跟共享 攝影的出版物 當然我們還做更多 但我們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那很快的告訴你 我們有哪些書籍 我目前大概有四千兩百多文書 一開始大概四百本 然後後來慢慢漲到四千多百本 然後從地區來看 台灣還是最多 百分之四十 亞洲歐美大概各三分之一 從類型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 攝影集最多 就是那些攝影家 出的 藝術家出的 攝影作品集 比較藝術類 雜誌啊 攝影評論 攝影歷史 大概都有一定的數量 然後另外很重要的是 攝影展覽的圖錄 但是另外就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朋友 他們會做 所謂的XIM小支 PhotoXIM 那也會 也是一個蠻新的趨勢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捐贈 就是來源來講 大部分 幾乎百分九十七都捐贈 但會有一小部分 我們會去購藏 然後 這是我們所有的Book Donor 這是一部分 還有很多 就是一些捐書人 他可能是美術館 他可能是出版社 或他可能是攝影家 藝術家本人 那還有很多 就是我們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們在Lightbox的時候 有時候會常會收到那種 不知名的包裹 就哪一天我們就收到一個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 然後我問了 那個機械人有沒有認識 不認識 但打開之後 你就發現 他們可能 有人捐書 就是他們可能在哪裡 媒體上 網路上看到一個 關於Lightbox的報道 然後他們可能覺得還不錯 他們就有認同 他們就捐書了 那其中我想要特別 每次都向 鄭大的傳言員的郭立新老師質疑 就是謝謝他在我們 成立初期的時候 捐了很多書給我們 我們當時我就說 老師 我們要成立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捐書 他說可以啊 我捐個一兩百本 我們就去找他 帶了十個箱子去找他 然後就是我們知道 這是他傳言的 在鄭大傳言的研究室 我們就一直搬 一直搬 我們帶了十個箱子 最後搬了24個箱子 然後過程中 那個旁邊的那個 隔壁研究室老師經過 都說 立新你要退休了嗎 反正他人很好 然後就是最後捐了很多書 然後還帶 還把書 因為我們 沒預期到那麼多書 所以他還特別開車把書 載到圖書館 所以特別感謝他 那所以有一陣子 我們那邊 書架上的書 每兩本 大概有一本就是他的 這樣 非常感謝 立新老師 那這些書其實 不只是來自台灣 其實台灣是最多的 這是捐書人 捐書的人 來自哪裡 最多還是台灣 然後 東亞 這邊是東亞 我們交流過的 日本中國韓國 香港澳門 都蠻多 那這邊是歐美 歐美地區 這樣子 那目前大概 這是比較舊的數字 目前大概 可能我們多了一些 東南亞國家的書 例如越南 柬埔寨等等 所以這個數量 其實應該是 畢竟30 然後 我們 我的同事是一個 圖書系圖書 畢業的 他建設了這個系統 就搜尋引擎 這麼多書 我怎麼找 然後 這是我們在網站上 可以看得到 不好意思 這字有點小 但就是你進到我們的 官網這個搜尋引擎 你會看得到幾個 資訊 第一個書名出版社作者之外 比較特別是有捐書人 這個欄位 一般的搜尋引擎 不太會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這個 因為我們常常會被問到 說我的書捐給你之後 你上架了沒有 然後就是 OK 好 那就是 我們就把它列出來 出了一方面就是 就是說我們要感謝這些 捐書人的貢獻 他可以匿名 本名或者是綽號 都可以 但就是 我們放在這裡 就是除了感謝之外 另外也是比較有責性的做法 就是 只要在這邊上 這邊看得到 基本上代表這本書 我們已經處理完畢 登記 編幕 修復好 然後上架 大概做好這件事情 那另外這個是一般人看到 使用者看到 但我的同事 他們用一個資源有線 我們先用免費的一個 線上的 那個資料庫 那他會做這個 比較完整的系統 那裡面就很詳細 從 ISBN 然後 裝偵方式 這本書幾頁啊 等等都有 然後 然後有一次 我外行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這本書 你連幾頁都 這麼小的資訊 都要 都要記錄 然後說 如果你知道這本書 例如是四百頁的時候 你去找他 你不會找一本小的書 你可能就找一本很厚的書 那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這是網路上的雲端 但我們內部還有一個 在我們自己的電腦上面 有一個更詳細的 一個 Excel表 那裡面可能還有包括 這本書被閱讀幾次 這本書多少錢 然後結構化作者等等 就開始有一些圖詞系的專有名詞 全會控制的 那些那些東西 但就是 就是 我很幸運 只做這個圖詞式才知道 就是有圖詞系的朋友很好 這樣子 他們很棒 謝謝圖詞系的存在 然後另外就是 剛才講的是書 但很快講一下 這邊 其實我們做圖詞式 我們也辦很多講座活動 有一些比較是給 focus在本土的年輕創作者 因為他們平常比較少 有機會可以練習 那一些美術館或商業畫廊 他們可能要觀察 藝術創作者久一點 才願意提供機會 比較謹慎一些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 就是 讓你來練習 你可以來練習 跌倒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有時候那個年輕創作者 講完之後 他說他謝謝我們說 為什麼 他說這是他第一次 有機會做公共的 就是發表 所以我們也很驚訝 我們有時候都覺得 他可能在哪裡發表過 但其實都沒有 誤會很多 但我們也會找一些 比較資深的創作者來聊 那我們也會 除了講座之外 我們有一些影像的教育課程 或學校參訪 有一些高中生 高中的 像是高中的 像是高中的同學 大學的同學 美術系的同學 台下攝影社的 或者是實大技術研究所 反正就是 一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會來 跟他們的老師 一起來 使用這個地方 但有時候他會突然來 就帶了三十幾個學生 就會變成這樣的狀況 就是謝謝你 但是可以告訴我們會更好 對 但是他很好 他捐個書很多書給我 我沒有抱怨的意思 但是 然後 另外就是活動 什麼 講座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會做 事情工作做完一半 就是 講座活動結束了 但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聽完 兩個小時的講座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 檔案整理 跟 檔案整理的事情 他可能是做一個藍原包 把他提到的所有藝術家 做一個列表 或者是他可能是一個專文 就是會有人去記錄 或者甚至寫一些評論跟觀點 那另外每一場活動 我們都會線上直播或錄HD影片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有收過 就是 嘿 我在華連台東 我在台南 我現在沒有辦法參加 你們 但是我想知道 怎麼辦 對 有時候我們就是經過 這樣的同意 他們 他們會做這件事情 那手機直播的時候畫質不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 再加一個 這個 高畫質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空間 也是一個 作為一個 國際交流據點 就除了一般讀者來之外 也會有蠻專業的 攝影員來 可能是一些歷史 攝影師的研究者 可能是一些攝影家 或攝影機的總監 或者是策展員 他們來這邊 就是 因為 為什麼會來這邊 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 他們想要知道 到底什麼是台灣當代攝影 那我就說很簡單 你去那一排 這個走道裡面全部都是當代攝影的書 那答案就在哪裡 那你可以從那邊找到 很多的攝影展覽的圖錄裡面 看到一些精采的本土的作品 然後 他看完之後 他可能也會跟我們覺得一樣 就是台灣真的有不輸歐美日本 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想要比較快的 了解那個多樣性 跟台灣攝影家到底在拍 關注什麼 你就直接指那一排書 他可以慢慢找 你不需要特別跟他講 那他們可以在那邊 然後甚至有些攝影家 就可以跟他們在那邊 你就約在那裡 然後面對面的 討論一些事情這樣 那當然就是 除了我們接待之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 受到邀請 我們就去 國際的一些地方 去跟人家講說 台灣的攝影 到底 它的特殊性 或者它的價值是什麼 這是去年 我們去香港國際攝影節 然後去完去年十月吧 大概一年多以前 去完之後 當然會去街上遊行一下 散步一下 走路一下 看一下那邊的狀況 但我們現在可能會不去 我們明年也會 他們也邀請我們再去 但就是 希望香港平安 然後 大家想到這個Lightbox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想到說 這是一個圖書室 你可能覺得它是一個靜態的空間 反正就是一個安靜閱讀 然後偶爾會有講座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也是一個行動小組 有什麼意思 就是當這個社群裡面 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雖然我們平常 工作也有一點點忙碌 工作量有點大 但就覺得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人 OK 就沒有人關注 或者是爆發了 然後沒有人去談論它 沒有人打破沉默的時候 我們也會主動去關心 像例如這裡 我們可能是關於 一個比較性別平權的討論 然後可能有一些就是 一些政府的關於攝影相關的標案 然後或者是一些影相交 或開放文化的事情 然後這是 開放文化的話 其實是一開始組織 像是Wikidata的朋友 他們會辦一些像是 文化組織如果數位開放 那我們就想說 這個題目很好 我們想要去多了解 所以我們才會後來 有一些合作這樣子 也謝謝一些 其他的文化組織的協力這樣子 那 很多 這幾年來 Lightbox跟整個社群 共同完成很多事情 那 就是在 剛才的影片裡面 你也知道 我們在發展的 在營運的過程中 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空間很小 然後就是 活動的時候 人很多 然後書架 書架上面的東西 書也越來越多 就塞滿了 就是 空間很小 但是大家好像有那樣的需求 跟 跟熱情 要去捐輸怎麼辦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也是因為這個奇跡跟 G0V有一些 連結 這是一個 G0E 我們當時因為缺少空間 我們到處 再次感謝一下 我的圖子系的朋友 他們的那個 資訊能力真的很強 就是如果是我 就會找不到這樣的資訊 就是 我們沒有 我只會想到591 之類的 但是 就是 當我們有一個空間需求的時候 他就去找 就說 我們到底有哪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網站 我可能先去找到不同的空間 然後他就查到這個 叫做天龍特工地的網站 那天龍特工地的網站 簡單來講 就是 在G0V社群 有一個人叫做劉哲偉 那他就是蠻關注那些 公有 台灣 台北市 特別 台灣 但他focus在台北市的 公有地 就是那些限制空間 到底他 平常這些資訊 在哪裡 然後到底誰在關注那些資訊 然後就發現 真的會關注那些 台北市政府公有地的 通常他們會第一個 他們會關注比較大塊的公有地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有利可圖 就是他可以一直做比較大的開發 然後通常會關注的通常都是開發商 建商 因為他們會去 就是會有很多有趣的提案 然後就拿來用 然後可能蓋完就變豪宅 然後 或蓋完變成Shopping Mall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跟他的關係 跟這個公有地的關係 就是變成消費者 不然就是路人 跟你沒有關係 對 那他覺得這樣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他覺得 其實這些公有地應該如果 資訊透明的話 大家就可以至少 第一個看 到底他發生什麼事情 那要去開發 提案的人比較會 知道有人在看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其實一般的公民也可以參與 如果知道了 我們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後來 因為一些關係 他做了這個天龍特工地 那我們就覺得 然後後來 我們就覺得 居然有這樣的地方 我覺得蠻酷 然後好像他們會 會跟這個 政府有一些些關聯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地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台北有 原來有這些空間 比較機靈比較小 我們好像可以去主動提案 因為我們有這些需求 然後後來 我們就只發現 這個居林地的專案 他後來就是跟台北市的財政局 有一些連結 然後他 最後就從一個居林地 就是他們臨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就結合在一起 就公司協力 然後就是 他最後居然成為了一個 被台北市的政策 然後就是變成一個 室友 閒置空間整合查詢平台 他把那些所有的 居林地的資訊 全部整合在一起 在這個平台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覺得天啊 真的是 感謝居林地 謝謝你 真的是居林地 這是很蠻酷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那個 從居林地 到 Gov的過程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你可以找他 共有地大行動 那你就可以 應該可以找到這個頁面 那這個 特別是共有資產 平台的 資源平台的構想 跟實作歷程 大概是好幾年的歷程 他其實是蠻多年 大概從20 我據我了解 可能從2014-15年 他就有這個天堂特工地 然後後來 兩邊在街上 可能是2017年 到這個 政策能夠出台 大概是還要一年多的時間 裡面有蠻多的那個 會議的過程 然後 其實也不只他 還有一些 像是其他的 GTV的資訊工程師 或什麼的 一起協力 讓這件事情來做 就是財政局裡面的人 也沒有人 會那麼 他可以去做 那麼多的資訊的工程 但就是真的是從民間發起 然後進到 進到那個 公部門 然後兩邊在一起開很多的會議 然後 不是只有形式的會議 是有會議記錄的會議 我昨天是聽到一個 就是那個公司協力 你如果判斷是真的假的 就是 如果他沒有會議記錄 就是假的 好 其實都有很多討論 都沒有記錄 那就沒辦法追蹤 那就是 他是有會議記錄的 這個公司協力 所以他是真的 然後 然後我們也 謝謝他 因為有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去申請到 所以就是感謝 感謝他們 那這是當時的一個 給大家很快看一下 我們當時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是我們當時的提案 告訴台北市政府 參選局 我們要把這邊 封閉 封閉廢氣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變成一個自由開放的 租書館 然後中間大概省去70頁的簡報 我要再18分鐘講完 然後就是跟16組競爭 但就是我們很幸運獲得 然後這是這個空間的樣子 他的一樓30坪 然後 臨近捷運站 所以從房地產的角度 他講是一個黃金的物件 所以真的很多人去申請 所以 但是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狀況 真的是 不是很妙 就是 廢棄了蠻久了 我們要修的時候 光是附水附電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當然就要修這樣的空間 不是我們一個小組織 想抱兩三支 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說 必須要捲動整個社群 這件事情只有幾個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社群的力量去做 所以我們當時就發起了一個群眾募資計畫 那個背後就是 這是大概我們最後一次在募資計畫的笑 反正真的投入募資計畫就是有點笑不出來 但是 然後 但是 簡單來講就是一邊蓋 一邊募資 這是蠻緊張的 但這是 yeah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那個 就是一邊做募資計畫 網路上 網路上你會看到一些狀況 但實際上就是 工程就開始在拆 然後 各間全部開始打掉 然後開始有很多的泥做 木桌的工程 然後這邊想要特別注意一下阿德師傅 他是我們所有鐵工都是他做的 然後 在做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就會跟他聊 他就好奇 就跟我們聊天 他是要去把採光照 就是那個採光照的採光玻璃上上去 然後後面有一台車 這邊都是他的玻璃 我們就跟他聊天 他好奇 你們到底這到底要做什麼地方啊 你們是幹嘛的 我們就聊聊著 他就說 他聽到聽完之後 跟我們閒聊完之後 就說 這個玻璃我出 天啊 好帥的 好帥的鐵工師 我同時之後對鐵工就是覺得帥 這是一個事就是帥 就謝謝他 致意他 然後另外這個是我們的木工師傅 那個藥莊 他也幫我們做了很多的木工 然後後來我們的桌子 我們的那個後來的閱讀桌 跟戶外的桌子 也是他用餘料幫我們做 棉被幫我們做 就是在過程中 有很多人是貢獻他的別的方式 去貢獻 所以感謝他們 去年的五月之後這個新空間終於完成 大概講這樣 從左邊這個樣子 變到最後邊這個樣子 所以 有一些開幕的時候會有一些 一些人來 可能有一些也是剛好今天的講者 前前 沒有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些民意代表 跟一些藝文教老師 姚中老師 剛才不好意思不禮貌 然後就是立心 就是反正就很多人 那我們後來最大的一個差別 到底是我們從三樓變到一樓 那那個差別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free to all free to all 為所有人開放 可是以前我們在三樓 老房子的三樓 其實我們講free to all的時候 自己有點心虛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一個 朋友他是使用拐杖 上了三樓 然後在家人參輔下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沒辦法 做什麼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時候是 有一次是 有幾次是一個80幾歲的攝影家 叫黃伯基 是非常好的攝影家 他年紀有點大 他自己扛了很重的書 要捐書給我們 那你知道那種老房子的三樓 是那種 有點半不提 就是老房子一到三樓 他是直接上去的 然後那個梯子 大概是你腳踩上去 大概可能會有一半 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 是露在全空的那種 所以就是有一點 所以他捐完書要下去的時候 我就衝到前面 就是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下去 就是我們以前的空間的限制 讓我們沒有辦法 雖然free to all 但是有些行動不變 朋友他是進不來的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進到一樓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我們好像可以多做一點什麼 然後才有那個意識 所以就是 這是我們的一個空間的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輪胃使用者真的來了 我們很開心 然後另外也有些親子 推滑車的人也可以進來 所以這邊其實入口處 其實他不是樓梯或階梯 他就是一個滑坡 讓你可以進去 然後通道 門鋸 通道然後到廁所都是無障礙 另外這兩個人 兩位人 你可能有時候會有點印象 就是他們其實是手語翻譯員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來的時候 我就說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 我想想他好像在陳時中的那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 在播播記者會的時候 在旁邊翻譯 我說OK 謝謝你也來幫我們翻譯這項講座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聾人朋友 或聽語中的朋友 會有這個需求 那只要有人跟我們反應 我們就去申請 讓那些人 讓不同的族群 也可以 有不同需求的人 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就是那個free to all 我們到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我們有辦法擴大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好問題來了 你今天不是來聽我講 Live out的事情 但就是 跟你講那麼多 就是想要 就是 你有很多 那現在你知道 Live out的很多事情 你現在知道很多 好喔 那你就是要可以貢獻一下 這問題來了 就是 就是你剛才可能聽到 就是我們是一個 就講free to all 要開放啊 然後 然後開放之後 就是很多元 那多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diversity 就是那個書 你真的可以看到多樣性 不管是商業的 藝術的 或者是新聞的 或什麼的 你可以在那邊看得到 很多樣性 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多元 什麼意思 就是他不是一個人捐的 兩個人捐的 他可能是 將近五百多人捐的 那個 源頭不一樣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 一個事情 但就是會有一些挑戰 就是說 你的空間 OK 你的空間 是其實蠻有限的 就是作為一個資源有限的空間 你書架的空間有限 我們再怎麼多 我們大概就裝一萬本 然後 可是有些人開始捐 就會 他可能有時候不太問你 他就直接捐過來 就是 問你的需求 所以這個時候 會有一點點拉鋸 我講幾個實際案例 等一下會想要 跟大家 你們幾次廣益一下 就 我先講一個案例 就是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就在我們的粉專上面 就收到一個 私訊 他說 那個 我是一個美髮系的學生 我今天要畢業 你知道 我現在有做了很多美髮的照片 大家知道那個美髮 可能沒辦法維持一天 所以他必須做完之後 他說我找了一個攝影師 幫我 把我的作品留下來 然後拍了美美的照片 然後 做成一本書 我想捐給你們 請問你們收不收 然後 他說 這到底是所謂的 photo book 攝影書嗎 這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 我們那時候就是 討論了一下 有一點點 就說 這可不可以收 到底誰是作者 然後這個 這樣子的內容 是要我們可不可以的 另外一個案例 可能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有一些攝影師 或攝影家 或是人 他們可能也是 他們可能出版了一些書 可是他出版的內容 過程中後來發現 可能他在創作的過程中 可能對某些人的身體自主權 或者是 裡面的一些影像 可能涉及了一些種族歧視 尤其是黑人的黑人問題 Me Too或Black Light Matter的事件 他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遇到那樣的事情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 例如有一個日本生意師 叫黃沐晶瑋 然後他就是去年 就是 有一個被他拍攝的模特兒 就說他在過程中 不OK 種種的不OK 這樣 然後那些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就收到一批 黃沐晶瑋的書 我就覺得 請問 不知道是他從他家裡面下架 然後到我們 反正就是 OK 就是 我們看到 就覺得蠻妙的 就是說 就是他好像知道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提供一些書 給我們參考這樣 但就是 我們收到的時候 就是也猶豫了 就是 他捐了 那你照理來講 應該上架 可是他拍的那個書的當事人裡面 可能會不希望上架 就是 他的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攝影創作過程中 有些人的情感 或者是身體 可能有受到傷害 或某些族群 覺得被冒犯 或者覺得你居然用這樣子的 把一張黑人的照片 跟黑猩猩的照片放在一起 然後你做這樣的編輯 他們覺得你在歧視 或什麼的 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怎麼辦 作為館方 你會怎麼處置 對 這是兩個很實際的案例 等一下我想要 問大家 然後用便利貼 然後寫 另外一個就是 我有三個問題 但就是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有一些我們可能解決過 但有 還有一個問題 但我本來有記下來 但忘了 但就是沒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身體障礙者 我們剛才有強調 我們希望 文化平權 有更多人可以來使用 但就是我們遇到一個情況 我們曾經有請過 我們剛落成的時候 我們就請一個 輪移使用者來體解 就說 嘿 我們認識一個輪移使用者 然後就來 然後說 他說整個使用完 他說OK 這個空間我覺得是友善的 那 例如除了那個什麼 廁所 扶把 起身的時候 他需要兩個 兩邊要有扶手 我們當時只有單邊 他說我起身 其實需要兩邊 所以我們就加裝一個 那個難度不高 但他說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 就你們這邊對我友善很好 但問題是 我騎摩托車 我要停哪裡 我要怎麼來 那裡沒有 附近完全沒有 就是 身上的機車位的 我是沒有辦法到的 你這個空間很好 友善 我沒辦法到 然後 那時候就說 OK好喔 那 但就是我們就去 請問了一下 就是到底 我們要如何成為 設立那個 身上者的機車位 那身上的機車位 基本上就是要 變成這樣 就你要在你的門口 大概是 某處 然後他就是要 立一個牌子 然後再畫設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牌子上面 可能要有這個 無障礙者車位 停車位 所以別人不會誤停 就是你要設立一個牌面 然後你要畫設一個區域 然後可能你要放在你這前面 然後 畫設 好 第一個就是你以後 拍照可能我們大家 可能都沒有那麼美 這樣子 但我覺得那可能小問題 但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畫設之後 有人違聽怎麼辦 就是他可能會 你可能要不要 你要不要去處理他 檢舉他或什麼的 那可能 這件事會可能會有一些 衍生一些衝突或什麼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 你想要共榮 你想要文化平權 但是第一個就是 他會在那裡樹立一個很大的招牌 人家以後經過都會看到 然後畫設一個 很大的 就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不知道怎麼取捨 怎麼辦 要不要畫設 然後 或者是可以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我們現在不太確定 就是我們覺得那個方向是對的 but how 就你空間友善 但你環境沒有友善 你想要讓環境友善一點 怎麼辦 好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這是我們真實遇到的問題 就是關於共識 我們是一個比較沒有 沒有那個hierarchy 的階層關係的東西 然後就是 在目的期間 我們需要一些媒體曝光 然後 但就是 因為你要把那個 目的訊息 擴散出去 但就是說 你 你要擴散出去的時候 你突然接到一個媒體 可是他的那個 他們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好像跟你們的價值取向有點不一樣 這樣 某一個集團的媒體 突然要邀請 要採訪 要不要接受 他說 我們的那個讀者很多 然後 可能有些都已經發了大財之類的 然後 或都 都消往國外之類的 然後 就是你們要不要接受 就是 他的那個東西 他的那個媒體受眾也很多 然後 但他們 好像最近 他們可能會面臨一些被關台的一些問題 這樣之類的 就是他們 在他們專業上可能發生一些問題 就是 這樣的媒體 怎麼辦 就是你們有目的新聞出去 然後 他也主動邀請 他主動來 來跟你聯絡 怎麼回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忘了 但是 那是真的很難 但就是我 我先把這兩個 這幾個問題 然後 也許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很快的 還是你們有想 優先講哪一個 我覺得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這邊有貼個紙 我工作坊很快講 要怎麼進 這邊有個紙 我之前去參加那個OCF 才知道我這個東西的存在 超級大便利貼 好 就是 大家可以 這個作用就是 把大家的小便利貼 收集在上面 然後就貼上去 便利貼的便利貼 這樣子 Mothership 母件 等一下我就會把這個便利貼 放進去跟紙 然後就是我們會 就每個問題 我就 我會把它簡化成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告訴我 你的想法 然後 集思廣益一下 讓我們也知道 你們 你們的話會怎麼看 然後 你們的意見 好不好 就幫我一個忙 然後可以幫我發一下嗎 好 接著我們可能 好 開個整個 可以看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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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 然後你就把這個放給它這樣 就是大家 你也是 好 OK 就可以的話我們就 就來做吧 然後 謝謝你 走 來 謝謝 不好意思 一早大家就是 你要送拿 謝謝 哈囉 謝謝 哈囉 哈囉 你也來寫一下 謝謝你 然後那邊 然後 然後 還有幾次 所有金色的還是 所有這種需求 好 這個 哈囉 謝謝你 這邊有 OK 好 來 好 這個 這個是我 這是來的目的 就是我想要 這邊有很多非常 有經驗 就是非常厲害的人 然後 我想要 第一個問題就是 好 就是 我拿 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問題喔 案例一其實我們有解 提供一個做示範 案例一其實我們有解 就美髮系的那個學生 但他不是真的拍照的人 然後 他真正的作品是髮型 然後 他拍了 然後他提供給我們 我們現在答案跟過去的答案 可能會不一樣 但過去的答案就是 我們我跟我同事 圖字系的同事 討論說 到底 這本書 然後界定他是所謂的攝影書 攝影書當然可以很廣義 很狹義 但我們最後的 這個人 那個私訊 我們就回他說 謝謝你 但是我們可能得要 玩具你 然後那個原因 主要原因是 我們最後判準的標準 就是 到底誰是第一作者 就是 他的真正的作品 其實是那個 髮型 然後 我們想要的攝影書 當時比較狹隘 比較嚴格一點 因為我們的 館長 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說 基於某些 就是我們 覺得這個比較是 就是我們 晚洩他 但我們真正的原因就是 那個第一作者 其實是 是美髮師 他其實是一個美髮的書 他不是一個攝影的書 那雖然影像是一個最重要的呈現 幾乎是為主的 所以我們後來玩具 雖然我們後來我跟 我的圖書系的同事就是 在午夜夢回的時候 都很想要看一下那本書 到底長什麼樣 但是 但是 我們現在會比較開放一點 如果你願意 接那種書 我們應該也會 可能也可以收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應該用一種 比較多重作者 就是角度 共同作者 共創的角度去看 當時我們會覺得 就是 到底誰是 那個 到底是誰 對 第一作者是誰 好 第二個問題 這是我要問你們的 我們講 Black Lives Matter事件 MeToo事件 我們之前有討論 Black Lives Matter 然後就是簡單的想 你想像那本書 有人 賺給我們 但裡面 美國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這個運動 現在延少很大 現在可能好一點 但是就是 因為大選的事情 可能更嚴重 但是就是 在Black Lives Matter 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敏感到 是 非常敏感的 白人黑人跟其他主義之間的 那個種族的張力 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那我們就說 可能會說到一本書 裡面的書 有一個翻頁就是 那個人後來被控訴 然後被迫 辭掉了 攝影機的總監職位 這個英國的攝影家 非常非常有名 那你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編輯這本 攝影書 然後裡面 其中有一個影像 就是 左邊是一個黑人 女性 制服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他就是一個在工作中的狀態 那右邊就是一個 黑猩猩的影像 而且是被關在籠子裡面 然後兩個就這樣對照 放在那裡 然後被抗議 好有人要捐這樣的書 然後 這本書就是 就很爭議 然後很多黑人覺得 就是非常的不OK 然後都已經2020了 然後 你在編輯的時候 你還居然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覺得被冒 嚴重的被冒犯 然後你覺得 你說我們的黑猩猩 黑人 直接畫上這樣的連結 對照 你希望讀者怎麼去看 怎麼想 這本書 要不要收 然後 或者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收 或者是我問題問錯 但就是 但就是 你 請你告訴我 你的意見 這本書 如果是你的話 會不會收 然後你寫好的話 就幫我貼在這裡 可以的話幫我貼在這裡 所以內容 應符合社群訊 好喔 酷 很好很好 OK 像是跟G0V學習就對了 好 有點難 但就是 你就是把你的意見寫下來 抱歉 我剛才沒有說明好 就是 你就把 你只要在便利貼上面寫下你的意見就好 然後 完全不需要署名 除非你希望署名 然後 對 然後寫完的話 幫我貼到前面 就貼到一個你喜歡的地方就好 謝謝你們 好 很讚 好 很多厲害的見解 很多厲害的見解 酷 大部分都還是很 開放 酷 大家都給蠻多實際的意見 可能有些朋友還在寫 那我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很快的 go through 裡面的事情 然後我可能有一些我可能問 就是也許請你們直接回答 直接告訴我你的意思會比較快 就是 但可能每個人大概講個 30秒以內 好 就是例如 好 酷 有人說可能就是 社群內 社群內容應符合社群守則 這個 這個攝影師的內容應該符合攝影守則 但就是 攝影社群到底有什麼守則 大概就是 你建立這個攝影社群 那個做藝術創作的他就是太好 有一個限 我就是要去預約他 這樣子 這是一個方法 但我的理解會這樣 然後有人說定期開工作坊 討論我覺得不錯 然後還有籌組專業委員會判定 就是可不可以 好是你 要不要說一下 大家好 因為我是在博物館學會工作 那我們一般接觸到 就是有關於博物館的收藏政策 通常都是 如果是國立館 就是通常都是會有委員 協助去可能點藏庫裡面 去看這些 去看這些館藏 他的 去判用專業的方式去判定這些館藏 那他在時代上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去做分類 那可能有一些他們就會數位化去處理 去再說 用數位的方式去點藏 甚至是後續的像open data一樣的開放 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用委員會的方式去做一個點藏政策的判定 就是他們會有一套標準 那另外一個像國外 比如說像荷蘭 他們的點藏方式 現在比較特別的是歐美現在很流行 一種叫快速回應收藏 那英文叫做 Raptic response collecting 那他的收藏方式就是他希望是回應當代的趨勢 潮流 甚至事件 比如說像metoo的事件 或是氣候異常的一些抗議事件 甚至像反送中這些街頭的遊行 那都會由管員或是他們委派的專業人士 就直接上街頭去跟這些抗議者接觸 然後去收集他們的他們製作的物件 然後進到館裡面去做 他們有一個點藏的部門就會來處理 用專案的方式 那甚至有的就會召開工作方 開放工作方的方式去邀請相關經歷的民眾 然後一起來討論說 那這些收集來的物件或他們提供的物件 對於整個時代的意義價值是什麼 然後再一起去策展 然後最後成為官方的點藏 那這是一些經驗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本來想要打斷你 但就是你講得太好 所以我等不住打斷 就是 謝謝你提供的經驗分享 我覺得很棒 然後有沒有 然後有一個人說可以收 然後但可以加注金玉 就是你要不要講 就覺得可以比較客觀的描述說 他曾經設有什麼樣子的爭議 就幫大家摘要這樣 然後另外也有人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就是增列受爭議去讓人知道Why 就是 我覺得就是跟他講是一樣的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們的組織是 因為是民間的 然後你們自己也有道德意識的話 其實在如果以通常一個圖書館應該是都收很多東西嘛 可是你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個準則的話 那似乎其實可以深色一區是 你們認為他是有議題式的 然後把那議題式剛剛提到的客觀的放出來 然後也許後面再搭配工作坊去討論 因為人還是有一個被知道的權利嘛 問題為什麼會被你們排除出來 就會挑出來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教育的狀況 謝謝 然後 但有人也說不該 就是他有自己 OK 不該但可思考 脈絡 要看例子 例如宋契莉攝影書 應該收 然後有種社會意義 OK 蠻酷的 這會是哪個 哪個朋友講的 我覺得蠻酷 我覺得 該不該收的攝影書 應該還是看每個案例 那我覺得剛剛有一些朋友提到說 不管是討論或開委員會 會討論這蠻重要 那但是有一些東西看起來好像不應該收 但他其實在那個時代下有一種意義 包括我剛剛講 就是那個宋契莉發工的那個攝影書 那其實是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包括說 他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新的類型來談 不是傳統意義的攝影書的收集 這樣子 以上 好 蠻酷的 真的有另外一個很專業的攝影評論人跟我講過 宋契莉這本書 害我很想看 而且他為了這本書 特地跑去那裡去買 OK 然後收 然後制定 透過制定與內容無關的收藏政策 符合特定條件就收 就像國家圖書也會收正義書 因為他有ISBM OK 這是哪一個同學 OK 你要不要講一下 他沒有正義書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其實事實上你 當你今天如果說你去開了某個委員會 然後去列出說 這本書我收 或這本書我不收 然後那個不收的理由可能跟內容有關的同時 其實你們單位就已經在選邊站了 無論說今天就是可能說今天那個黑人爭議事件可能是一個普世價值我們認為是比較有爭議的一個事件 但是說有些爭議的事件它並不是有那麼具有普世性 或者說它可能只在特定地域下有一個特殊的一個狀態的同時 我們今天把一個時間尺度拉到可能10年20年或30年的時候 可能到後來這件事情會被翻盤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做一個比較真的比較中立就是說 不希望真的去選一邊站的話 可能就會去制定一個相對於可能就是說它只要符合某個條件 然後有談到某個論述 那我就可以收 那後續可以再做像剛剛有提到就是做一個爭議區的偵設 或者是去列出這本書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是後續可以去做的 謝謝你的意見 有人要回應它嗎? 如果沒有我就go through 然後大部分是收 然後採取一個比較正想法 然後有些同學提供點長 然後有些人直接因為完全是聊的人 直接告訴我那個人把答案寫出來那個人名都出來了 然後就是它會有條件的收 就是大部分的是就是說 不希望你在不預期的情況直接遇到那本書 它可能是被informed的 你在閱讀之前你有一些資訊 那你知道你會進入到那個內容你自己選擇 然後另外就是那個機構他們的做法比較審慎 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就是專業的專家審議 然後另外也有開放工作坊讓更多人進來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 但就是我們可能沒有那個成本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也很想 但是光是出席費我們可能就已經快不行 但就是謝謝 謝謝 有些我可能沒有告訴我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我想要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最近也很關注的那個 就是文化很多的藝文機構 越來越關心開放金融這件事情 或者是文化平權 就是千障礙者的那個人權 或者是文化權也應該要被關注 但是就是我們可能會忘記 即便我們自己希望自己友善 但我們周邊環境不那麼友善的時候怎麼辦 那怎麼辦就是你告訴我要不要畫設 要不要前面加一個這樣子的狀況 有些可能會加得更誇張 然後上面是紅的下面是上面是藍白 然後下面還有紅色的金魚 然後你看到那個地方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 沒有很跟這個裡面的在美學上的一個 但也可能很好 但就是 但你可能會想到 如果你在 給我一個 如果你在裡面工作 你會想畫設嗎 就是你可能會有人開始會違庭 你要去處理 但是會變你增加的工作量 你要不要畫設 第一個 先不管那個美學問題 就增加之後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就是 這樣子的地方畫設之後 你是裡面的員工 你會想畫設嗎 然後為什麼 對 然後 然後你平常已經滿了 工作量是滿的 對 但我們不是一個 低心血量過勞的單位 我們就是正常上下班 但就是說 你工作滿檔 但就這個東西 勢必大家得要輪流去做 然後我們得要討論就是說 這個 到底 你覺得這個 或者問題應該問就是說 你告訴我的答案 然後你主要考量的是什麼 有人就覺得說 這件事很重要應該做 有些人覺得這很迫切啊 我們這是文化平權迫在媒體 就在對問 然後有些人說 這CP值好像沒有很高 你是 你是Livebox的員工 然後 以後可能 還會處理一些 關於微庭的一個業務這樣 就是 你會怎麼做 就他也會變成你的管員的業務 多一個活動門 然後剪個綠個去 然後剪個綠個去 多一個活動門 然後剪個綠個去 多一個活動門 然後剪個綠個去 好 酷 對 貼在右邊 這個白色的這個部分 好的話 就麻煩提供給我們的意見 畫 每個人都可能有需要 畫 可以設計 可以設計自己的牌子 喔 嫌那個牌子太醜 自己設計 OK 有人說這個牌子 真的實在是不行啊 有點醜 好像看 因為他還有這個桿子 上面還有那種 黑 黑黃相間的這樣的 那個 狀況 OK 我們是不是有 全力管理 公共空間的停車殼 我們可能要 可能還得要問 OK很好 謝謝大家的那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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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好 就是 有些人就說 不只是為了身心障礙者 而是為了所有人 而設 那多元需求車位 只要相信 不會 只要相信不會有人為庭 OK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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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是一個很正向思考 謝謝你 但我可能沒有辦法 AB test 我怕那個 然後或者是 就是整理無障礙設施地圖 這是 誰 這是 OK 我是建議說 因為如果真的是人力有限 沒有辦法去做多餘的管理的話 那就 整理一下附近有沒有所謂的無障礙的設施 然後做一個地圖 然後提供給這些 身心障礙人士 讓他們知道哪裡可以應用 這樣 好 就是提供資訊讓他來的時候 就在我們的 你來前來的資訊裡面增加 就來到來吧 怎麼來來吧 旁邊的那個 OK 酷 好 謝謝你非常好的那個建議 然後也有 我剛才有看到就是說 我家如果有人為庭的話 就打1999 好 好 然後 雖然 然後有人說 雖然多少有點麻煩 但做為一種理念一致性的實踐 有一種宣誓的意義的賣點 Z大於B 這是 OK Z大於B是什麼 就是力大於B 謝謝你告訴我一個 就是 立刻讓我 發現這個時代的斷裂感 OK 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 又有人問到 我剛才 講述的方式 可能沒有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 對 確實Lightbar是不是有權力可以捲動 什麼管理空間 停車庫 我們沒有 就是只能舉報 但是謝謝你的提醒 然後 Priority Parking 不是 強制 建議非強制 他可能有提到 是Priority Parking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 OK這也是 附近有沒有更合適的畫設地點 不一定要在我們門口這樣子 可以在附近 然後另外也有人說 OK 可以畫設設計更好的牌子 其實他太醜 那你自己來改 然後向政府提案也是 但是今天沒有辦法進到最後一個 就是關於 可能要被下架的媒體 那我們就先祝福他 然後就謝謝各位 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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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